居民搭著小船渡河前來 疫情後 西巴努汪安村的民眾生活經困 當格朗慈濟志工協同軍警 發送300份生活物資 這個村的居民多數是基層工人或做小生意 疫情期間不少企業縮短工時 也禁止民眾外出 像拉西安一家 只靠女婿的一份微薄薪水日子難熬 ソングmeter部分安排 是Munggapul 説不來不來 是趁 cocktails 現在疫情快要遇上了 疫情快要遇上了 陷入谷底的生活 有了原住 終於能喘口氣 最困難的時刻 感受最暖的溫情 帶來新聞 古納迪伊拉瓦蒂 印尼報導